随着防疫限制放宽 本地的水上活动也迎来更多大足预定 受访业者表示 随着商业客户和游客回归 业绩有望比疫情前还好 来看记者陈韵儿的报道 一边踩着皮划艇 一边钓鱼 提供这类水上活动的业者说 这个周末所有时段都额满 公共家居的时候就在新加坡玩一下 因为工作也有点点忙 没办法出国 有一个经验给孩子 有沙滩 有钓鱼 也可以划船 社交聚会人数不再受限制 顾客量也因此增加 比如比较大的家庭 或者corporate events 差不多我们有20到30位的人 为了处理这个10%的增加 我们订了差不多多一辆罗里车 还有10多个Gayax 防疫措施上个星期 放宽后 这家游艇租赁平台的预约上涨五成 整体收入增加了八成 因为现在已经没有什么限制 所以我们最大的船可以坐到55位 所以你看到很多要做派对 要做block charter 价格提升了许多 大概有差不多30%左右吧 10人以下的游艇租赁价格则不受影响 随着国门打开 受访的业者均表示 接下来将把重心放在入境旅客 以及大型的企业预定等 并且有信心 业绩接下来将恢复到疫情之前 甚至更好的水平 新传媒新闻记者陈运儿报道